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到过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但你能想象 你的爱车当着你的面敦敦喝酒吗 你不敢想的画面在巴西天天上演 相信产业的力量 这里是解读产业的正解局 其实这里的酒指的是乙醇汽油 乙醇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酒精 至于乙醇汽油 就是在普通的无签汽油中 加入一定比例的乙醇 为了推广含有乙醇的汽油 你知道巴西有多激进吗 早在1931年 巴西政府颁布法令 规定全国所有地区销售的汽油 必须添加2%至5%的乌水乙醇 此后 汽油中的乙醇含量逐年提高 到2002年提高到25% 目前巴西是全球 汽油含酒精比例最高的国家 巴西加油站基本上 已经不再供应醇汽油 这也直接重塑了巴西的汽车行业 因为当巴西人买车时 外观和动力不再是主要考虑因素 能不能使用灵活燃料才是 那什么叫灵活燃料 就是可使用燃料乙醇 也可使用乙醇汽油 目前在巴西畅销的车型里 比如菲亚特Strada 大众Polo 雪佛兰Arnex等车型 都是使用灵活燃料的汽车 但是巴西的操作 让很多人疑惑 乙醇汽油 并非国际市场主流 巴西为何如此亲爱乙醇汽油 这是一段能勾起巴西悲伤回忆的故事 1973年 世界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原油价格暴涨 巴西经济遭受重创 别看现在的巴西是石油大国 但在上世纪70年代 因为缺乏采油技术 巴西90%的石油依赖进口 被牵着鼻子走的巴西痛定思痛 决定找出石油的替代品 他们发现了乙醇 当时 相较于石油 巴西生产乙醇的条件太富裕 乙醇是从甘蔗 木薯等油料作物中提取 巴西当时可是全球最大的甘蔗种植国 种植面积约1000万公顷 总产量在6亿吨左右 巨大的产量 给了巴西大力发展乙醇的底气 1973年 巴西将发展乙醇燃料上升到国家战略 1985年底 巴西的乙醇产量105亿升 占全球总量的80% 1986年至2002年 受政治 国际糖价等因素影响 巴西乙醇战略暂时进入低谷期 但是到了2003年 乙醇燃料再次走向复兴 虽然最初巴西推广乙醇的手段过于强硬 但给巴西带来好处是肉眼可见的 比如 减少了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节省了数百亿美元的外汇 还比如 形成了从农作物种植 乙醇生产 汽车制造等完整的产业链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对稳定农民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更关键的是 乙醇汽油更环保 说到环保 这与中国车企不谋而合 因为乙醇汽车在一定程度上 与电动汽车一样 都属于新能源汽车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乙醇汽车为中国新能源汽车 进入巴西奠定了基础 而且巴西与其他高纬度国家相比 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气候上 巴西属于热带国家 温度适合发展电动车产业 在资源上 巴西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几乎涵盖了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供应链所需的主要原材料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 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巴西 发展电动车几乎是一种必然选择 而且 巴西对电动车的态度很积极 2018年 巴西政府就提出 2030年电动汽车销量要占巴西汽车总销量30%的目标 今年又推出Mover计划 激励汽车行业加快技术创新和拖碳进程 巴西如今大力发展电动车 反而为中国车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巴西电动车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巴西乘用车进口中 40%来自中国 大部分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不过 仅靠出口 中国车企难以在巴西站稳脚跟 因为不考虑运输成本 光是逐步提高到35%的进口电动汽车征税 就让中国车企直呼 受不了 所以 想要在巴西市场站稳脚跟 中国车企必须加快巴西本土化 才能维持竞争力 这两年比亚迪 奇瑞 长城汽车等中国车企 已经先后在巴西投资建厂 而且 不仅中国车企看中这片市场 特斯拉几年前也传出要在巴西建设超级工厂的消息 所以 巴西也将有望成为中国车企与国际巨头面对面 硬碰硬的第一个海外市场 这也为中国车企出海本土化经营 积累宝贵的经验